早安现场 我电台台湾之音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 现在时间早晨的7点37分30秒 我是夏志平 大家早安 我是张宛如 宛如 我最近看到很多报纸 奇怪了 很多朋友就跟我反映说 他们支持的候选人 怎么民调落后这么多 也有人跟我说 奇怪为什么他所看到的 都是他不想看的选举话题 他觉得好烦 烦死了 我相信不只是你 因为很多台湾的民众 最近在看新闻 或者是在热烈投入选战的当下 心情或缩或少 会受到选情的影响而起伏 那怎么办 所以今天我们要请到专家 来跟听众朋友聊一聊 你选举之前 怎么样来度过这样的焦虑时刻呢 好 我们在今天节目的这个阶段 为大家访问到的是 吕蓄力纪念文教基金会的主任 同时也是心理资商师 洪宗颜 资商师 资商师你早 主持人早安 好 资商师 这个你是不是也跟志平一样 看到很多选举新闻呢 是啊 后多或少我们都会关心这些选举的动向 嗯 是 因为这也是关心到我们的未来 我们到底要怎么去选出一个呢 真的能够好好治理地方的一个优良的这个县市首长 所以这像是我第一个问题我想要请教你啊 像这样子的情况啊 我们也许看到我们不想看的选举话题 也许是你所支持的某些特定的候选人 他们他好像这个民调落后了 你就很担心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就专有名词来讲 这就叫做焦虑吗 是 是这样子吗 对 所以会有一些焦虑的一个心情 嗯 那可能后面也会有一些压力的症状 嗯 怎样的压力这个症状出来呢 哦 压力的症状会因人而异 那有的人他可能就会身体会有一些部位会疼痛 嗯 那有的人是比较 例如说 头痛啊 那例如说就是胃的部分 那也有的人是在关节的部分会疼痛 嗯 关节都会 嗯 那 那您多说一点没问题 是 那所以呢 我觉得因为 呃 真的是选当是如火如土啦 那再过十几天就要投票了 那这些新闻 我们不断的在电视节目上面 画面都会能够看到 那蛮重要的就是因为我们关心 所以我们就会去想要多看 那甚至有人也会去积极的参与 这些选举的活动 嗯 那我想蛮重要的是我们可能要去先了解一下我们自己的状况 嗯 例如说呃 这有点像是西医 西医是致病 然后中医调理 那我们饮食是养生的概念 那假如说我们在选担之前 我们自己就有一些身心的症状 例如说我们已经是固定到医院就医 然后也会稳定的吃药的话 那这段时间我们更要能够持续做这件事情 就是你如果在服药的话 这个药呢是不要中断的 是 然后要能够持续的服药 那如果说状况有一些更动 就是诶 吃药的状况没有变得比较好 甚至症状更严重的话 那就一定要跟医生讨论 然后看怎么样去调整用药的部分 那而且也可以跟医生表达说 是不是可以安排一些心理治疗 然后就是药物跟心理治疗一起 所以资商是如果这个药物方面 还要辅助心理治疗的话 有人去找你啊 就说我这样子怎么办呢 我吃药也不行 那您会提供什么协助呢 是的 那因为首先我们一定要用药物 来让我们的生理的症状 比较稳定安定下来 我们可以想象 如果一个人然后来到我们的面前 他非常的焦虑 而且他也做不下来 然后连跟你讲话也都是这样子 讲一讲就跳 讲一讲又跳阻地 我们是没有办法跟他做一个 所谓的心理智商或是会谈 所以可能在药物的部分 要让他能够先稳定下来 那如果他过来了 而他身体也比较稳定 然后比较能够集中注意力 跟我讨论的话 我想我需要跟他谈一谈 就是说他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 让自己可以暂时离开 这些焦虑的环境 例如说我们会关心 没错 那是不是我们可以定时去关心这件事情就好 你的意思是说 从前也许我们24小时都盯着电视看 或者是拿着上网去看这些相关的讯息 那现在我们就给自己一个时间的限制 比如说只有吃饭前的一点点时间 或者是午睡醒了之后 或者是晚上睡觉之前 我们再稍微看一点点就好了 这样子有助于把整个症状减缓或减轻 对不对 是的 这就有点像我们失恋的时候 我们可能会一天二十小时 静着的时候或没工作 没事就会想到 对那也不能说 就是跟他说你都不要想 因为这也不可能 那我们就可以跟他说 那你可以 所以你想要一天想几次 那你想要在早上几点想 中午几点想 晚上几点想 那我们会建议不要在吃饭前放后想 或是在睡前想这件事情 你影响到你的饮食 是因为又影响健康 可是很难吧 就是假设我们用失恋来举例的话 我可以约定 跟我自己约定说 我每天就是下午三点想这件事 怎么可能呢 这可以做到吗 所以这就是要去讨论 对他来说 他需要多少时间 如果是初期 他可能需要说 我一天需要想十次 那我们也可以接受 那是不是一个礼拜后 你再来跟我们做会谈 来讨论看看 那还是要十次吗 还是要减少 那要怎么做调整 我很好奇说 人的心真的可以这么样的切割吗 我想十次 我就跟你约定十次 这么客观的量化 对啊 所以这个就是做讨论 就是要讨论出一个对方 就是我们来谈的人 他觉得他能够做到的 当然很重要的是 你也会建议他说 把重心或者是思虑放到其他的地方 分散一下你自己的注意力 是这蛮重要的 不然就是 要不然就变成是 我们只要是有空 没有特别的事情的时候 就是一直关心这些事情 它会一直影响我们的心情 可是现在我们看到 这个选战B听到最后了 那这个电子媒体 这个有线电视打开来 这些新闻频道 几乎是24小时 每一节新闻 通通都是选举新闻 那怎么办 干脆不要看吗 如果能够不要看 那是最好的 那如果说刚才的这个方式 显然不可行的话 那我们就只能退而久取次 那是不是至少为我们争取 例如说有点像 读书或是看电视50分钟 休息10分钟的方式 至少说我们能够在 看电视的过程 我们可以让自己有休息的机会 而在这个休息的时候 我们也不是就只是不看电视 例如说我们可以做一些 生长的动作 例如说我们可以去 做过一些回忆 然后练习去回想一些 我们过去真有过的一些 美好经验 例如说过去我们 我们曾经在海边 然后去感受到那个大海的声音 或是阳光的照射 或是说我们曾经到一片 很大的绿地 然后坐在那边 然后享受微风轻浮的感觉 那这些东西 我们当然自己可以练习 那有的时候说 我们比较不习惯这样练习 就其实可以来找 一些所谓的心理智商 来做这样子的练习 让我们自己日常的时候 也可以有这样子的帮助自己的方法 是这些是有方法的 要请专业的人士带领的话 你可能就可以走出这样的焦虑了 我们现在时间是早上的 7点45分40秒 您现在所听到的中央广播电台 早安台湾 我们特别在选举前 不到两个星期的时候 跟大家来聊聊 你怎么样度过选前的焦虑时刻 我们访问到的是 洪宗颜资商师 请心理资商师跟大家聊聊 这一段时间 你怎么样过得开心 就像日常生活一样 不要特别的为这些选举的 大小事务所绑架了 是 资商师我想继续来请教您 就是我们今天讨论主题 当然就是从这个选举的部分来看 选举几乎是从前了 在台湾来讲几乎是年年都有 对不对 这个那现在又改成九合一了 也就是说每四年有一个九合一 那每四年又有一个 间隔两年之后 又有总统大选 跟这个立法委员的选举 那现在还比较好 把各个选举来都把区分来 或者是集中的这个时间来举行 也就是说从今年的情况来看 我想请教您 过去这个选举这么的 频繁的情况之下 所接触到来这个希望来就诊的这个民众比较多呢 还是说今年开始这个就诊的这个情况会比较少一点 你们有没有一些比较 是的 因为如果说是最近这段时间的话 其实我们比较关注的反倒是天气的变化 这两天对 这个台北这个尤其全台湾最近这个是天气都很冷 而且又湿不但又湿又冷 那么有些下雨 这也会影响到大家的情绪 会 特别是如果说我们本身就之前就有一些身心疾患的话 那在这样子的一种天气 湿湿伦伦的天气 然后又缺少阳光的照射的话 那特别容易发病 那如果说是关于选举而特别需要来做会谈的话 那其实这样子的状况是比较少的 哦 了解 哇 那可是如果这两种因素加在一起 那可不得了了 又是选举 又是天气 没错 选举之前其实有很多造势的活动啊 这些场子每次呢 这个电视画面一看到 哇就是非常的激情 对 一大片热情支持的选民啊 我都蛮好奇说像特别好了 选前之夜 选前的最后一个时刻 这些人去参加完之后啊 回到家明天就要投票了 然后隔天就开票了 那个心情真的是像洗三温暖啊 是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造势活动啊 我不知道主持人有没有参加过啦 但是参加完造势活动是一个很热烈 然后大家在那边上提醒 有点像演唱会的过程 是 而且那个主持人非常会带动大家的情绪 有的时候高考 有的时候呢 是感性 对不对 是 就像你刚才说的 就像在洗三温暖一样 对啊 那如果说我们本身的状况 如果还可以的话 那回家我们当然自己的心情 会有一个转换跟调试 那比较担心的就是因为我们身心 本来就有一些症状的时候就在这个时候容易被引起 那焦虑的症状其实就是我们身心不容易回复到稳定 我们可能一般来说都可以很嗨的时候很嗨 然后过一段时间就沉浸下来 然后它是有一个循环周期 但是焦虑的这个症状是它没有办法回到比较平静的状态 所以你要说我们知道我们有这样的状况 是不是我们就减少或避免去参加这样子的场合 这是有可能的 但前提是我自己 有没有觉得这是一件严重或不该去做的事情 这有点像是说我们自己可能 像有的人他自己有痰尿病高血压 那他也在就诊也在服药 但是他能不能够自己去克制自己 不要去吃一些他不该吃的食物 就是要吃清淡一些 了解 好 还有一个层面 也许是我们比较少关心到的 就是因为选举 每天我们这样子在看电视上 或者是媒体上面 或者说是网络上面这些讯息的时候 其实难免会跟朋友或是跟家人一起讨论 对不对 来找洪先生您的患者们 他们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症状的叙述 就是说怎么办 我因为选举 我跟着我的家人关系变得不好 因为我们所支持的人不一样 或者说我跟我朋友翻脸了 怎么办 我们很好的朋友 怎么会为了这样一个情况 因为支持的人不一样 所以我们就翻脸了 像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 您听到的多不多 或者您怎么去劝他 是 我们都很清楚 就是宗教跟政治这两件事情 是不太能够去改变意象的 我们也很清楚跟我们的朋友 或者跟家人在谈这件事情的时候 需要格外的小心 那我们的确也会遇到一些 就是说 我是支持某一个政党 或者我比较支持某一个候选人 那它的确也会发生所谓的家庭革命 那这件事情呢 它通常不会是第一次 对 因为它可能在成长的过程中 他们就知道 例如说孩子就知道父母亲 他们的意象 他们比较偏哪一个党派的候选人 那孩子他在成长的过程 他也会去吸收这些知识 说那我比较支持哪一个党派 那这就会发生在说 那孩子怎么样去面对这样的状况 例如说父母亲会跟他说 你这次投票你一定要投谁 那他如果心里面觉得说 OK我也支持我也无所谓 那他就去投 问题是如果不同的时候 那就看孩子怎么回应 那还有很多的方法 例如说我们可能也会阳风阴违 说好好好我会投 然后到现场的时候 你投谁并不知道 那他在开票的时候呢 也要小心 对因为大家都是秘密投票 你也不知道我最后到底盖了谁啊 但是之后爸爸妈妈会有可能问说 那你最后到底投谁 那你就顺着长辈吧 是不是 对就是你就是看你要怎么样的方式来因应 那重点就是我们要记得 就是家人的关系非常的重要 那选举是一个过程 当然选举的重要性在于 我们能不能选出 我们想希望能够来服务我们的这些候选人 对那但选举过后还是要回到关系上 所以不只是孩子 其实我们身为父母的 我越来越听到更多的人是会说 孩子有孩子自己的想法 那他们有他们的未来 所以他们可以用他们的选票去选出 他们想要的候选人 是真的 所以所以我一直在告诉我身边的朋友 就是说当然你支持什么人 或者是你自己有什么样的想法 不管是在政治或者是宗教上面 你各自有什么想法 其实那都是非常personal 非常私人的 我更常常告诉大家说 你知道吗 你在这个选举投票的时候 你那个印章盖在那个选票上面的时候 我想请教你 你有没有听到那个声音 那个分贝是几分贝 我都这样去问人家 每个人就都跟我说 哪有声音 不会有声音 都很安静 印章盖上去怎么会有声音 对不对 我说对了 这不就是你的力量吗 你盖下去盖谁 印章选票盖给谁 就是这个力量是非常庞大 但是声音是非常微弱的 就是也就是说 民主就是要告诉你 你不必大声喊叫 你真的可以不用大声喊叫 那支持谁就在心里面 放在心里面就好了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是啊 有的时候 真的也不用太坚持 去说服别人听你的 我觉得支持什么政党 就大家自己去决定吧 我觉得经常可以看到 有些人就是真的面红耳赤 喝病 是啊 所以这个 我想不只是选举 就是会有很多大大小小的事情 都会让我们乐中 那这也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可能像包含了 例如说每次连就一次世界足球赛啦 我支持哪一国 他支持哪一个 哪一个球队啦 或是说NBA 我们都会关心这些 因为现在世界越来越小 所以这些事情 我们都跟我们切身相关 那在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 其实我会相信 我们每一个生活在台湾的人民 都有自己照顾自己 跟修复自己的能力 那面对这些状况 其实都是一波一波 一次一次我们都在面对 而且也在这样的过程里面 我们越来越有那个能力 能够去面对它 然后去调试自己 面对它调试自己 真的很重要 我们在今天节目访问到的是 洪宗颜心理资商师 也谢谢资商师在选前 给我们上的这一课 谢谢您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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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